帶您來關心立法院最新情況 今天經濟部是會來召開電價費率審議會 是要來拍板定案說 四月的電價到底會漲幅多少 而外界已經先有傳出說 平均的電價漲幅會在11% 將影響到工業、小商家和民生用電 而民眾常常搭乘的台鐵、高鐵 也都將面臨漲幅命運 帶您一塊來關心 因為最近是國道科研跟台鐵 國道科研是18年沒漲、沒有調整 台鐵是28年 所以也不是因為電價 國道科研它已經送上來了 我已經提過 短圖的部分T-Pass已經吸收了 中長圖我們會做部分的補貼 台鐵現在是還在草迷階段 T-Pass一樣 GP越好、120都不會動 那未來就是說如果票價有漲的話 我們民眾是一樣 付的錢是一樣 這部分的補貼就由政府來負擔 這個經費我們就會來自印 好的 是可以聽到 江湯部長王國才是表示說短途會由T-Pass來吸收 那關於呢 近期香港是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完成了基本法第23條立法 讓外界擔憂說是不是可以到香港繼續的旅遊 帶你一塊來關心 這部分也會透過包括陸委會 還有包括我們的觀光署 然後針對這個國人要到香港去 特別提醒他 可以聽到呢 就像昨天國安局局長蔡明彥所說 國人要入境香港時要特別注意人身安全 而交通部長王國才也是同意這個說法 表示說國人到香港旅遊要多加注意 那麼我們開始旅遊 很自然的回憶